主料,包菜300克,胡萝卜50克,补量,椰蓉,黑白芝麻,蒸鱼豉油,麻油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准备材料,将包菜用小刀一页一页吸出,洗净后,滴干水分,挤锅烧水,水加热芝麻小泡时,将包菜放入,锅里加入少量点,煮至菜断生,捞出锅一遍凉水后滴干水分,胡萝卜洗净, 切片后,操作方法同三步骤,将包菜,胡萝卜切丝带容,包菜丝装入盘中,将胡萝卜丝麻在包菜上面,淋上适量蒸鱼水油和麻油,用勺子包出烟绒撒入装菜的盘中,再撒入适量黑白芝麻,烹剪技巧,吃的时候用筷子把所有食材和辅料拌鱼即可,也可以站着调料吃,随意我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